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多人就说 你看中国人的矛头对着哪 对吧 对着乐天 或者说对着韩国 是吧 但是美国他才是最后操纵一切的人 这不就来了吗 蒂勒森来了 我倒是想起个题外话 吴军老师 他们因为一直在讲 特朗普的团队基本上是商人团队 加军军人 好 那么蒂勒森本身是美孚埃克森 美孚石油的CEO 我记得他过去讲过一句话 他说 当然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是CEO 不是这个身份 他说 哥们 我呀 我的人生哲学就是叫什么make money 我翻译呢 就是搞钱 后来他们说这样个翻译的太低了 一个翻译成创造财富 你看创造财富和搞钱 这俩就代表两种不同的道德 好像是 其实差不了太多吧 这个里边啊 跟一种就是哲学理念有关系 所以这不是说到这个特朗普吗 最近我还想啊 这个要是机会合适的话 再找我们当年在我们这儿这个辩论过的那个饶益教授 讲讲 他不是就声称他代表美国白总吗 对吧 这个挺有意思 这个特朗普当政这么长时间 哎 两派的人都认为说你看看他的所言所行 早就证明我当初是对的 我估计饶益老师也是这样 而这个吴军老师呢 是真正的这个特朗普的选民 对 我投了他的票 哎 那现在对他失望吗 我不失望 怎么说 呃 因为从他现在到现在当政呢 大概60天吧 他做了很多事啊 那比如说开始退出TPP 嗯 然后开始要改组这个一些政府机构 裁掉一些庸园 嗯 然后马上在90天内会宣布那个减税计划 呃 把那个输油管那个从加拿大给接过来了 那么他这60天就是签署的总统令比以前总统多多了 嗯 然后当然还有修墙 修墙现在已经开始招标了 有在几百家公司现在要开始去参加竞标 然后接下来医保 医保原来的那个废了 现在要搞一个新的医保 你说我觉得奥巴马在家里肯定一口血噴出来吧 弄了这么多年 你说这算什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个是呃 比较大刀阔斧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啊 抓这个非法移民 对 所以现在非法移民有了一开始去加拿大了啊 然后第一天加拿大表示欢迎 那个后来马上就把边境给封上了 哎 就是李京你看你最近也在美国嘛 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新闻记者 过去咱们是隔岸关这个床破 是吧 你现在真的删除美国的时候 你对他的这个观察 包括周围人的反应有什么新鲜的 哎 其实还真的是 我这个还是一直我好奇的 所以到美国 比如说跟朋友见面 哎 我就说都会问你偷谁的票 哎 我发现真是还大选之前 就是说美国是分裂的 然后呢 你现在他还是分裂的 就是叫什么信者横信哈 他之前拥护特朗普的 就是像那个吴俊老师 哎 你看他就是说到做到嘛 他就是不喜欢你们那个原来政客那一套啊 这个洛里巴索的啊 搞那些这个这些这些好好虚伪的那一套 你看我就说干就干 虽然有些东西不符合你们那些好像看似那些礼仪 但是他搞实实在在的 另外一些人痛心疾首啊 就是我比如说我去纽约 我见一个朋友 一个美国 先是一个美国人是标准的 呃 叫什么美国就是白人精英呢 安克罗萨克森 哎 对他的呃 这个先生呢 是在呃 先生是在这个呃 拜登团队里当一个亚洲的一个高级顾问 那是你也觉得民主党吗 对 对 是对 是对 是叫什么深蓝的这些人 然后他用的词 他就是他不是说terrible了 他是说scaring 他说我我就我们很害怕 很担心 太令人担心了 说这一天天 你看他天天的 都这样 然后华人也是 华人有的就坚定的说 我们就要投特朗普的票 因为他的这个政策对华人好 还有的华人呢 就说不行啊 你看他天天他搞的这些让我们担惊受怕 很分裂 你说这个 我们有个嘉宾 这个马家辉在香港的哈 我倒是那个很跟他很有同感啊 就是你是选民了 你看你关心他的这个政策 像我们这个事不关己 包括这个中国人呢 我现在发现就很有意思 就是我每天呢 不看他一眼不行啊 我现在有点特朗普 你说我叫粉丝嘛 我也不涉及价值判断 我就是喜欢他 就是表演 表演 表演艺术家 你怎么看呢 看推呢 是吗 这太陡了 不是 关于他的任何事情 我现在就觉得我离着他不行 我每天临税前呢 我怎么也找点看看 你不说最近我就看这个默克尔 对吧 俩人站一块就说 哎 这个被窃听的这个体维会哈 咱们俩都有同感 默克尔 你知道我当时感觉就这个人呢 他不像总统 他像一个 过去有人讲是深宫怨妇 他很多时候说话呀 也像个怨夫 他老在怨天怨地 按说总统嘛 你担当 包括对上一届政府有担当 他似乎有个假想敌 你觉得他是他说话 他似乎觉得在美国存在一个假想敌 你看他没有搞我 你看那些报纸又说我什么 他跟媒体是不对 对 包括对上一届政府 甚至能够跟另一个国家元首说 上一届政府都窃听过咱们俩 有可能是真的 这个太可乐了 你知道这个人 你现在 现在所以也不是最近出现的就是全美三十多个精神病科医生 当然这个精神科医生啊 也被指违反了行业守则 因为美国的精神病行业守则是说 任何一个精神病医生 你没有亲自诊断过 你是不可以说他的病情 但是那三十多个医生说我们宁愿犯规 我们也得指出来 这个特朗普 是典型的精神病 自恋性人格 自恋性人格 这个他有点自恋 当然那个 当然也有人说这三十个人 自己有什么有毛病吗 因为还有人说在写文章说看精神病看多了 自己就会得精神病 你倒是接受这个这样的总统 你我觉得你的胃口倒挺宽 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他到现在产生什么坏的结果了 没有产生啊 可是我们的社区那的贼都变少了 为什么 因为好多的非法移民吓跑了 当年有一个也是一个共和党总统死硬的艾森豪威尔 抓了在三四十万的非法移民吓走四百万 可是我就是一直在想 可能我们是对政治家有另外一个要求 像我 我就觉得应该怎么说呢 通俗家 体面点 有一个政治家 咱们不知道政客吧 有一个政治家的标准 但是我每次看川普 川总 我就感觉我就很窘 知道吗 我就想我要是美国人我会更窘 多不好意思啊 天天在这上面 在这就口无遮拦哈 说完了呢 你说在推特治国嘛 动不动就连夜发几个 我就想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都会觉得有时候就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这种感觉 那你是保守的 不是 我是保守 是 这个不是叫保守 就是说比较自由派了 嗯 那个是这样子了 这个这么说吧 当年拿破仑在那个法国的时候 那旧贵族也说他不像波旁王朝人那么体面啊 今天的法国的数来数去扒手指头 什么事都要说一下拿破仑 跟今天拿破仑的法国人 拿破仑跟今天法国人都没什么关系了 哎 这种领导人的这个个人性格啊 那咱就在世界历史上其实也是很多见 但是我是觉得也我就想吴军老师讲这个 也的确是 就是你看他这个内核 首先你看有些见过他的人 比如那天你看马云公开讲话 就是有人说马云是担负着什么任务去的 有可能 我觉得是 你觉得是吗 我觉得当然是 特务 特务 他的那个 不是他那个现在的CEO是白秋恩吗 白秋恩不是高盛的 当时是第击把手 第三把手吧 对 然后现在那个谁的经济顾问是高盛的吗 特朗普的经济顾问他们同事吗 所以那天我听一个跟这个阿里巴巴这个一些做生意的一个朋友讲 说人家阿里巴巴这个企业文化 说这个这个老总马云根本就已经不管具体事了 他是负责拯救地球拯救世界 拯救人类的 各出使命要跟特朗普谈 我能给你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 但是说底下的这个员工啊 那都是这个如狼似虎 就说是这个这个一个一个级别不高的员工都能决定一大笔的这个金钱的生意 就是那个意思效率很高了 那不是 我不是说这个 我是说呢 你看马云就曾经说 他说他接触过这个特朗普之后呢 他说这是个特别聪明的人 他说你不要小看他 他表面上 哎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不是不管黑猫白猫啊 逮着老鼠 就是好猫 你看他 他感觉那么不按牌理啊 可是实际上他是不是 咱就说是钢举木章 他是不是抓住了一些钢木 他有几个 第一个是美国的制造业和秀业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美国现在空心化 这个谁都看出来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总体来讲 就是叫什么呢 在全世界他必须萎缩 因为他世界警察当不起了 没这个能力了 现在把自己国家搞好 这点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呢 所以他就在讲说 包括一个人说 对外他也不援助了 对类的穷人也少发福利了 他不是说了一话吗 就是说 拿福利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大家回去工作去 来 想想流转过来 当然在他背后 我觉得有大企业和军队 对了 所以我现在觉得 就是说你要把它当成市警 市警的一个什么人来理解 我有时候恰恰从一个市警逻辑上来看到 就说你假如说是一个商人的话 你也不要讲什么战略收缩 我觉得他军费增加540亿美元 他这个很明显 我觉得比较符合 其实是比较符合我的这个感觉 如果我当一个家 首先我不一定要称霸世界 我也不一定要管你们全世界的事 但是我必须保证打起来我是最强的 谁都打不过我 美国的飞机的平均点倒实在是太长了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价值不价值的 交易的价值是最神圣的价值 商人 咱们谈什么都可以谈 其实你有时候想想 你像吴老师 比如作为投资人 你说是不是很多事情 本质上即便是美国议会里发生的事情 本质上也是在很多东西的交易吗 议会员最典型的 比如说这样 就是你老师是民主党的提了一个提案 知道是通不过 您是共和党的 你可以跟他这么交易 说你这提案反正是通不过 但是我们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支持你 条件是你把我这个提案的 另一提案作为你的附件 附到你背后 你比如你原来这40票 我这还有20票 你附到你背后 咱们这个提案就一股老了 一篮子 这就通过了 就经常是这样的交易 而且你要说他战略萎缩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所谓萎缩是一种说法 但是我保证最强 这也是一种打算 比方说甚至对于朝鲜半岛的问题 这不都能放出那种狂话 什么美国已经到了战略容忍的 最后那意思好像就是 随时不惜使用武力 而且特朗普在推特上 也是这么说 他推特这玩意儿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 独特的政治工具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 新的是吧 他对媒体不信任 媒体也不信任他 所以他干脆绕过去 现在有新的传媒方式 对 但是你比如说 作为正经媒体 或者说作为各国与国之间 我觉得你必须适应一件事 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他推特上说的话 当成是美国的国策 还是说你不能当真 国策和法律还是两回事 因为以前就是那个 李老师讲的这话是对的 就是说总统呢 基本上不能像中国皇帝吧 中国皇帝一落千金 对吧 这个总统呢 说话一般还是比较慎严的 生怕说错了什么 他这个说错 他是不太顾忌的 反正我把真实意图说出来就完了 没有什么太顾忌 说这个是否政治正确 这他是不太顾忌的 就像这个特朗普不是有句名言吗 就说我那个 这个早晚有一天我也会道歉的 当然除非是我错了 他这个 我看了有一些人分析他的那个推特的内容 然后可能应该是有不同的人 就是在负责 有一些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信息的发布 这应该是他手下的一些办公人员 在在做一个像一个维护一样 还有一些特别是深更半夜的 带几个碳号的 这个情绪比较强烈的 那肯定是川总自己 自己亲自写的 奥斯卡半江里的时候 他正在东岸睡觉 什么 那个半夜里 然后人家主持人喊得亮相 所以呢 就是我是一个媒体人 我这个 我也跟你一样 每天睡觉前在看呀 我看什么呀 这个我老是可能知道 自从这个 自从这个特朗普当选之后 美国一个衍生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这个喜剧 他叫脱口秀啊 政治脱口秀 现在变得异常繁荣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 他有一些模仿 模仿那个叫 对叫叫什么 叫萧恩那个 就是他的新闻发言人 而且是一个拿的女的来模仿 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口气 他的表演 然后还有一些 当然模仿那个川普的 那个叫叫叫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绕舌 绕舌歌手 就好多个节目 他那个都弄到MV里边去了 好多个节目 都在都是自由派嘛 这些这些文化人 大部分都是都是投民主党的 所以每天他每周 他们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talk show 哎 你看那个也是一种 但是哎 最近我跟你说 最近有个视频火了 这个视频 我觉得给特朗普能加分 反映这个 这个美国 祖国的未来 祖国的未来 不是 美国这个祖国的未来 咱们可以看看 最近挺 挺逗的一个视频 11岁的 Why do you support Mr. Trump? He talked about all the issues we were facing all the problems okay that's normal every politician does that then something extraordinary happened he said how to fix them and you know that is amazing no politician ever says how to fix them So what are the major problems you see in this country? Immigration you know I love immigrants if they come here leg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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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do you want to be when you grow up? I'm going to graduate from Penn State University be in the army for five years be a police officer be a homicide detective be a detective be a private investigator all while having the hobby as an Egyptologist and an astronomer and then our tire become a judge and then the country really needs to be outrun for president yes on the Supreme Court 这个吴君老师 教育女儿有道 看见这孩子 怎么样感觉 这个是挺 挺扁形的呀 在美国 就是这种 神神叨叨人不少 这是大人 教的 还是这小孩 真的是 我觉得我自己 那个小女儿 有时13岁 跟这有时 也差不多了 他是怎么样 得到这些资讯 形成这些观念的 也不完全 就是他说什么 一个事 他有非常 光免堂皇的理由 比如说 今天想吃这个东西 的时候 他就要有很多理由 来说的 今天不吃这个的话 他有特好理由 是妈 这个东西吃了 我会长胖的 这样子 你会担心我身体 这样对你多不好 所以我不能吃的 他有一堆背后的理论 就是说在美国 人的变才是非常了得的 为什么变才了得 他们有的人就讲到 你看在中国 为什么会有奇葩 有的人就讲 不是我讲 有的人就讲 说中国这么喜欢奇葩 还是因为中国社会 过去不太习惯 看见奇葩 说白了就是少见多怪 说这些个奇葩 要跑到美国 他永远也会成不了网红 因为就是说 在美国班上一个孩子 说我要当总统 或者说 我是全世界最漂亮的 不但不会被嘲笑 不被当回事 可能还会受到鼓励 对呀 你是最漂亮的 是不是这么个环境 那个 但是这个 这个孩子 他自己后面也讲嘛 就是说他支持 特朗普在学校 好像也还比较受排挤 受排挤 这好像也是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在美国说 我一个好朋友 他是在加州 他们家就投了 这个川总的票 因为他们是做企业的 他就觉得民主党税比较高 然后各种各样的福利 给他们 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就是特朗普的选民 他们为什么会投他的票 他就说各种各样的福利 然后弄的员工 你都不敢随便开除他 他动不动就给你一个报告 就说你提示我 就是我动不动 就说 我要是看你工作不好了 想开除你都不敢随便开 因为他会来给你各种各样的 就是受保护太厉害了 这是他们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投他 但是他就也说了 他说因为学校 老师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 所以受他们影响 那个孩子 学生基本上都是老师手里 所以学生基本上是支持民主党 所以他的女儿就很很伤心 他女儿没有投票钱吗 很小 他女儿就很伤心 说你们为什么要投这个 川普不喜欢他 没笑以后 我们家孩子都没问题 你们家孩子都跟你一个倾向 都支持川普 对 你的影响力比学校老师大 你得讲道理 说逻辑主要是 那你对你的女儿 怎么跟他说 他那个那些妇女 歧视妇女的一些音频 倒不是歧视妇女的音频 现在就是说 你可以说 假设一男生一定要到女厕所上厕所 你让他去 并不是说特朗普有多好 但是反过来肯定更不好 这有点意思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特朗普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 确实有时候 引起我比较认真的一些思考 就是说 他有没有可能是 背着了一些什么道行 为什么这么想 你比方说 我现在觉得 他们说他是有思想根源的 特朗普 包括他的整个CEO 这些团队 说有一个女人 叫做安兰德 写过一个书 以小说的形式 表达他的哲学 比如说 阿特拉斯 耸耸肩什么的 这个女人叫安兰德 她是192几年 从俄国进入美国的犹太人 这个人 他提出的一种 在哲学上讲 就叫利己主义 咱说的人不为己 天诸地灭 其实基本上就是 而且他把这个上升到什么呢 他就认为能让这个社会 真正创造财富 有活力的 在于少数精英 比如说发明家 企业家 这些高创造力的这些人 而这些人支撑他们的精神 并不见得一定要是什么普渡众生 或者为了世界 为了人民 你就为了你个人 你就为了你个人 你就能发明创造 创造成 杨兰斯币的观点 就是说整个经济学的基础 就是在这 就是他叫做 那话说的比较好听 人是理性的经济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都在这个公理的基础上 没有了他整个经济学大厦的岛了 什么叫理性的经济的人 就是人是自私的 就是这么为利益的 自私的 就是这么一件 那你扩大到国家 那当然就我的国家自然是最重要的 而且就说安兰德 当然他是反对那些的社会主义 乌托邦那些东西 甚至反对一般的以前的宗教 但是就说他用一种宗教一样的精神 去张扬个人主义 张扬利己的 所以甚至有人就说他也有一个教 就说特朗普他们有一个教 这个教可以叫美元教 或者叫金钱教 其实说到底 就是任何关系 都是一种商业交易的关系 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比较不能理解 或者我比较担忧的 那比如说我记得我看了一本书 他就讲到是一个英国记者写的 他在分析美国这种政治制度的沿袭 共和党民主党 其实他就说以前啊 共和党民主党 其实你看小布什 他这次出来宣传他的书 他跟民主党关系很好 他跟奥巴马夫妇关系很好 就以前民主党共和党 他很多共同的这个就是重叠的部分 他并没有那么分开 这次就是特别极端 一个这头一个那头 这件事是从奥巴马时候开始的 不能算他 因为奥巴马的时候 你发现奥巴马好多那个 就是那种法案是没有被通过的 是奥巴马时候开始分裂的 那特朗普呢 是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加一把火 分裂实际上从奥巴马就开始了 我看到吴俊老师确实是这个 不是是这样 因为奥巴马过分的照顾非洲裔和那些其他所谓弱势群体 使得那个整个社会就开始撕裂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比如说像那本书里说一句话 我就觉得很认同 他就说在 在比如说在18世纪 很多人心目中 他就有两个国家 一个国家是自己的国家 另一个国家就是法国 什么意思呢 法国代表了当年世界上最进步的一些东西 那么到了现在的一个时代 每个人心目中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自己的国家 一个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代表了很多就是人类上什么进步啊 自由啊 科技啊 就这些所有的咱们说价值观力当中比较先进的东西 他们觉得都是美国体现 现在我觉得不光是我 就是跟周围的一些人 他们担心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他这么公然的 这个反对这些什么 不管是什么非法移民 就是他这种态度 会不会给这个给这个世界带成一种影响 就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我在这边跟他们大聊天 他就说以前你随便问一个人 你是不是非法移民 illegal啊 这是很很不礼貌 很粗误的 但是现在你看就开始有了 我今天早上还看一个朋友转的 他和一个中国朋友在外面吃饭 就有人来问他 你们是不是非法移民 你是不是illegal 什么这些东西 他说他很担心 就这种慢慢长了 大家就认为 我是正当的 我来盘查你是正当的 他就觉得这会变成一种 一种价值观了 所以我想吴俊老师 如果你比如说和孩子吃饭 毕竟是中国面孔 如果有人来问你 你会不会觉得你被冒犯了呢 对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好 首先呢 这我老讲一个 就是中国人怎么融入美国社会 最重要最重要一条 说不是人家认可理 是你为这社会贡献什么 我这回回来 那没贡献 我就不配在美国 不是不是不是 任何一人都有贡献 任何一人都会有贡献 不在于大和小 不在于大和小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很多事类 为什么矫枉都要过正了 这回 比如说他对这个移民政策 美国有在1100到1300万 不知道有多少人 那么 但是呢 另一方面 你想中国很多 学生也好 什么 这个包括投资人也好 排了很长时间队 包括亲属移民也好 有的排了20年的队 就是说他为了 就赵小兰讲的 说我去家里 为了合法 我不想违反他 我受了这么大的苦 最后呢 那个 我们围排道理 一直面临那些 非法医民权 得到合法身份 这是不是另一方面的 一种歧视和不公 我应该是不公开的 就是不公开的 我应该是不公开的 我应该是不公开的 所以我们可以 我应该是不公开的